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加州 若身為公司中的小股東 被大股東欺負甚至欺詐 或被無故提出公司管理層 該如何應對 那麼作為公司的小股東 又該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 不受侵犯呢 請看法律博談 很多人他們來我辦公室 他們會說鄭律師 我算是一個小股東 今天我被大股東欺負 大股東欺詐 然後最後我跟他講說 我想知道說他內部裡面的 所謂的經濟狀況是什麼 他不給我看 最後把我踢出來 然後最後跟我講說 我給你一萬塊 給你兩萬塊 你就趕快走吧 這個合法嗎 加州的話 小股東有分成兩種 第一種小股東是 三分之一的股東以上 到49.99% 然後第二種就是三分之一以下 如果你是一個所謂的小股東 可是你最少有三分之一 你有一個手段你可以做 然後這可以幫助你 澄清跟和解這個案子 這個就是解散一個公司 在加州的話 如果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 你可以強迫解散公司 那強迫解散公司的話 為什麼會對大股東很大的壓力呢 是因為他必須很多的債務人 債權人 包括受益人 他們都要被法庭通知 所以大股東的壓力會很大 那今天如果你告了解散公司 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 大股東一般會怎麼樣子做 法律允許他停止這個案子 停止案子是有一個原因 他要買你的股份 用行價的合理的數目來買 所以很多次小股東他們想退出來 他們想把他們的股份拿出來 他們不知道行價是多少 可能他覺得可能是 10萬 20萬 20萬 100萬 可是大股東他就不給他講 大股東講說我唯一給你就是一萬塊 還是我什麼都不給你 可是如果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的話 你可以解散這個公司 然後最後大股東因為怕有債權人 跟受益人來被通知到 他會停止這個案子 他會跟法官講說 法官我們想買對方的股份 這個程序是什麼呢 法官會認定三個專業人 評估你的股票的價錢是什麼 然後最後法官會評 這個三個人的數目總結起來 然後給被告人一個價錢 如果被告人不接受這個價錢的話 會有兩個事情發生 第一他要付給小股東 他的律師費用跟開銷 然後第二他最後的話 公司就解散掉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的話 在加州你的權力是十分大的 那如果今天的話 你是三分之一的以下的話 那要怎麼辦呢 確實你要做一個比較正常的官司 正常的官司就是你要告他欺詐 你要告他貪污 可是如果你是三分之一以上 你可以告他欺詐 你可以告他貪污 然後你可以有一個解散公司的手段 然後這個手段的話 一般是最 對大股東壓力是最大的 每一個公司註冊的時候 每一個律師會叫他們寫一個股東協議 這個聽起來有一點奇妙 那股東協議的話為什麼重要 有的時候華人他們就寫一張紙 他們的股東協議 可你要知道股東協議就是像一個婚前協議 就像還沒結婚以前 每一個人鼓勵你做婚前協議 你也可以做一個類似的股東協議 如果最後的話有糾紛有離婚的話 很多的程序很多的價錢 全部的後果都是寫在你的股東協議裡面 股東協議你要寫得很仔細 不要從網路上拿下來為什麼呢 因為股東協議的話 他寫的都是很一般的很表面的 沒有真正的具體 你要考慮說今天如果你的股東離婚的話 那另一半可不可以拿他的股份 如果今天那個人最後投資了 可是最後大家決定說要多投資 那那個人最後不投資了 那要怎麼辦 今天如果那個人死掉了 他的家人可以拿他的股份嗎 這個都要寫進去 你一定要考慮說最壞的事情發生 如果有發生那我們要怎麼辦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要退股 那最少的價錢你要給他是多少 這個都要寫在裡面 因為今天很多的股東協議沒有這樣子寫 所以需要有官司 然後最後官司的話只有一個人賺到錢 是律師不是別人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話我覺得股東協議 是我覺得最關鍵的事情 好多點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